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朋友呢 自己也有家居家屎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女朋友可能是就是情感嘛 很自私的 都是个人拥有的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她自己原因了 给另外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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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 这个女的在阿富汗驻军 写了几个email 说这个是意思要离她的情人远点 结果对方那个人呢 可能没能明白怎么回事 觉得是有威胁是怎么样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大概就给告了FBI了 然后一查 把这个中情局的局长给查出来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说已经把美国驻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总司令也给卷进去了 说恐怕有麻烦 据说从这个今天早上报新闻呢 从总司令的家里面呢 弄走了大概三万份文件 包括很多email的这些个影音件都拿走了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这就在美国呢 形成了很大的轰动 那我看过之后 我觉得就挺感触的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找了个女人 而且俩人两相情愿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辞职了 被公布于众 辞职 那中间的这样的游戏呢 往来呢 又直接涉及到美国驻阿富汗的总司令 那相当 如果咱对比之下 就是现在的 我脚有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大家想想肯定是这个层面 对吧 那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那咱想想 那绝对是个总参长 总参的里面呢 或者是 反正就是搞或者政法委这一系统 在这个背景之下 咱们老百姓说 这么大的官弄个女人 然后出了事了 还辞了职了 还养着 饶世界都是 全世界都知道 她们找女人了 她们出事 中国的传统叫家丑不可外扬 这美国人也真狠 自个儿的人 立了这么大功 曾经卖命是在前线卖命 你过脸来 因为这点事就麻烦了 对比一下现在党内呢 今天呢 大家看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据说中共要投票选举中央委员 叫差额选举 说大概219个人呢 最后选出205个 那14个人选不上 我说你就含着那14个人 对吧 也怪 就是党呢 党内部呢 都是你 你整我 我整你 你糟蹋我 我糟蹋你 那14个人不就是被糟蹋吗 本来这体制不是民主的体制 你非同弄出一个叫差额选举 就是你所崇尚的党的独裁的体制 但是在党内你又进行差额选举 说民主化进程 你就是糟蹋你自个儿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懂得人应该是 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人一票选出来 然后你骂他 那个民主是丑陋的 可是你党内中共中央选举这205人呢 你却出一个民主的说法 对吧 这我就说自个儿整自己 含着自己 事情对比之下 我们就懂得什么叫一个正常的社会 BBC有篇文章 直接提到今天中共的权力再分配 主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问题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这是一篇应景的文章 它讲政治局常委解人和权力再分配 主要是采访两个人 一个人叫高新 是在美国的中国事务的一个分析人士 另外一个就是和平 那也是有关中国问题的专家 第一个呢 他就提到到底政治局常委是七个还是九个 他说到现在没定下来 确实大家注意到十八大一开呢 江泽民一露面 如此健康的一露面呢 这事就一切都成问号了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出现了这个场面 自然探讨到底是七个人还是九个人 现在很难说了 但是文章里面的分析呢 他还是应了前面两三个月的分析 大家都一致认为可能还是改成七个 那高新分析认为呢 在七个人里面呢 肯定被降格的 那就是这个主管宣传的意识形态的 李长春的位置和这个政法委书记的位置 这是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 高新解释说之所以把分管政法委和宣传的两个职位拿掉呢 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划归为主管组织和人事的有关党务的那个人 也就相当于副总书记 这个位置的这个人呢 都可以涵盖住 所以也就是说把政法委书记和这个李长春的主管宣传的位置呢 给拿下来降格 那降格呢 其实这是我跟大家解释的 其实他的降格直接影响到江泽民本身 因为当初出来的时候是这么出来的 当初出来的时候是这个两个人遏制胡锦涛本身的权利 那我们到后来呢 今年呢 我们看到了这种状况呢 是事实 特别是当他没有了强权人物 一人一票 所谓党内民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谁占多数呢 谁就占便宜 何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特别提到呢 政法委是使中国失去了法治的希望 所有在中国大陆过去十年里发生的非法行为呢 其实大多都来自于政法委本身 但是中共把法院 检察院 公安局 国家安全局 武警 民政局和司法局 这些本该是法律体系相互制约的部门 全都划归为政法委书记主管 在这个背景之下 使得政法委书记的权力 急剧膨胀到极点 中国变成了警察国家 大家非常有意见 他们以维护稳定的名义 实际是把中国变得极其不稳定 我觉得和平这段说法就是非常 应该说非常准确的 我们在分析当中呢 也跟大家这么提到 那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呢 文章里介绍呢 实际过去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行为 超过了当年六四 和平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呢 这两个位置被降格并不意味着 这两个位置本身的权力会降低 这里是因为中共本身 他没有能力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两个位置的人员下来 只不过是中共内部权力分配有关 对于社会进步 法治进步 社会开放 新闻自由 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也蛮到位的 他实际下来是因为权力斗争的结构 而这个过程呢 给人们看到的 我一直强调是这个体制本身的 共产党本身的邪恶 这是从更大的一个角度去看 也就是我一直强调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那大家想想 当年的风神演义 在整个过程当中 骤王表现出来的力量相当强大 而在整个骤王与文王武王之间的 这种争夺的过程当中 那骤王表现出来的是邪恶 大家想想 整个当时的商朝表现出来是整体的邪恶 一直走向最终的环节 高新也认为把这个政法委书记和主管精神文明的委员的权力下降呢 只不过是中共内部的权力的再分配 使得他更加顺利 那他也认为呢 新的安排如果不征得江泽民的同意的话 恐怕不行 这等于否定他以前的做法 对 我个人觉得呢 是这样 其实江泽民在整个这一次十八大开会当中呢 除了看看女孩呢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他求得的是一种极端的自私 极端的自保 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他出卖了他曾经的朋友 其实曾经跟他在一起的人 跟他吃了沾了他光的人 最后被他都卖掉 这也是真的 但今天他还可以坐在那上 这就是我一直提到 除了他个人的出现 跟前面有疑问对冲的话 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为什么这个体制可以邪恶到这份上 为什么胡锦涛就可以无能到这份上 这是问题 这也正是这个天朝完结的时候 我觉得依然是这个概念 BBC的另外一篇的短新闻的报道 就讲说星期三 十八大将拿出中央委员的名单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十八大拿出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候选的名单 里面介绍的大会将在星期三举行差额选举 十八大代表 大雨节水集团董事长叫做王栋的 透露说预选名单一共有224人 最终候选名单 最终获选名单应该是205人 差额选举9.27% 他说比十七大的数量要高 那这里他讲说差额比例提高是体现民主 这就是自个儿抽自个儿大嘴巴 对吧 我说的要不要民主 要不要一人一票 你认为是好的 对不对 是 但是老百姓有这权利吗 中国人素质不够 你给拒绝了 然后你又来 你又拿这个东西说 这东西我们民主性又提高了 这不就是自个儿抽自个儿吗 然后拿出那十几个人 那十几个人 十九个人将被落选的那十九个人 你们自个儿玩自个儿 自个儿抽自个儿 自个儿狠自个儿 因为你们在一块儿开会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那十九个哥们说你损我 等于是损了我呀 你把我名字放上去 然后我又没上去 你不是整我吗 对吧 再不好听词咱不好说 反正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 这就是真正的体制 就是有些朋友也提到说 这真的是表现出民主 我还是说那句话 他们懂得什么叫民主 他们懂得如何尊重 普通中国人的人权 但是他们知道 中国人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人权可谈 因为你不配 配的是这些人 但这些人也是被上头人 给被这个体制禁锢的 他们还自以为说 我们民主了 所以这是人性被扼杀后的 一种直接表现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大家